有人說人生就是無數的選擇 有時候你能選擇 有時候根本就無法選擇 不知道這次我選得對不對嗎 你今天賭了沒有?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ky 說到世界上其中一款歷史最悠久的卓相遊戲 一定有打麻雀粉 而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遊戲 也很有打麻雀的感覺 就是由日本設計師 山田空太Yamata Kuta所設計 涉及2至4款玩的卡牌遊戲 它叫做恐龍電車 裡面沒有銅索萬子 不過有很多不同的恐龍以及不同的電車 是一款節奏很明快 平時一玩我包你上癮的遊戲 大家感受到我們是多麼努力 去搜集不同的遊戲介紹給大家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like and share我們的影片 並且多多留言 告訴我們有什麼需要改進 又或者告訴我們 你想看我們拍什麼類型的遊戲 什麼類型的影片等等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款遊戲 有什麼不同的配件 遊戲配件包括 36張恐龍卡牌 34張電車卡牌 3張計分表 以及4隻恐龍仔 要食糊 首先要介紹 組合是如何組成 有由2張組成的肉食恐龍 有3張卡組成的草食恐龍 草食恐龍每一款擁有2隻顏色 食糊的時候 顏色由玩家去決定 有一張的紅色獨立恐龍 它們既非草食 也都並非肉食 黃色電車和灰色火車 要由1張的車頭 及2張或以上的車身去組成 而藍色的新幹線 就要由1張車頭 1張車尾 以及1張或以上的車身去組成 來到遊戲的設置 每人選一隻恐龍仔 放在計分表0的位置 將恐龍牌和電車牌 總數70張牌 面朝下全部洗雲巡 每人派8張手牌 其餘成為牌符 玩家順時針輪流進行二選一行動 選項1 在牌符頂抽一張牌 加入自己的手牌 然後打出一張手牌 到自己的氣牌堆頂 氣牌必須覆蓋上一張自己打出的氣牌 選項2 由其他玩家的氣牌堆頂 拿一張放在自己的組合區 注意並非放入手牌之中 然後由手牌打出 可以與這張牌組成完整組合的牌 去到自己的組合區 已經打出的組合 就不可以再增加卡牌去入面 最後由自己的手牌打一張 去到自己的氣牌堆頂 當你令全部9隻牌都變成組合的時候 就可以宣告食壺 並且展示所有牌出來 這一輪就會結束 然後計分 之後食壺的玩家 會成為下一輪遊戲的喜此玩家 相反 如果牌庫全部都抽完 就會留意 就由這一局的喜此玩家 左方的玩家 成為下一局的喜此玩家 當其他玩家 打出這些紅色的獨立恐龍 在他們的氣牌堆上面 你就不可能 就這樣拿它回來 然後就放在自己的組合區 搞定了 是不可以的 有什麼情況可以例外 就是你剩餘的手牌 都是已經完成的組合 你就可以拿它回來 成為你的第9隻牌 然後就宣佈你食壺 當然啦 吃到不同的壺 就會有不同的分數 在這個恐龍電車的遊戲裡面 結算是用恐龍蛋作為單位 之後再隨意2 就是食壺玩家可以得到的分 計分方法如下 食壺的玩家會獲得2隻恐龍蛋 然後根據以下的條件 每達成一個可以獲得額外的恐龍蛋 A 自力加1蛋 除了食壺的牌之外 在組合區沒有任何的組合 門前稱 B 勝利宣言加1蛋 在第一個回合就橫置氣牌 去宣告這一局自己可以成功食壺 但若果失敗的話 會獲得一懲罰點 C 肉肉加1蛋 你擁有2隻的肉食恐龍 再多些就是肉肉肉加2蛋 擁有3組肉食恐龍 如果3隻龍是不同顏色的 可以再加1蛋 D 草草加2蛋 擁有2組的草食恐龍 再多些就是草草草可以加4蛋 擁有3隻的草食恐龍 如果3隻龍不同顏色 再加2蛋 E 全恐龍加1蛋 全部的組合都是恐龍牌 F 五卡車加1蛋 擁有一組5張或以上的電車牌 G 全電車加1蛋 全部的組合都是電車牌 H 新幹線1氣 直接勝利 你成功組成9張的新幹線 I 混日式加2蛋 組合只可以由灰色火車 配搭任意一隻顏色 J 清日式加3蛋 全部的組合都是一隻顏色 要留意草食恐龍 是有2款顏色可以選擇 K 超級紅直接勝利 全部的組合都是紅色恐龍牌 L 在你的組合入面 每有一顆恐龍蛋圖案 就可以加到相應的蛋數 有獎就有罰 當食虎玩家 是由你的氣牌堆上面 拿牌來食虎的話 你就要將你的恐龍仔 向下移一格 於是得到一個懲罰點 累積有5分 就會即時取得勝利 又或者當有玩家 有3個懲罰點的時候 遊戲就會結束 最高分的玩家獲勝 如果打和的話 懲罰點較少的玩家獲勝 都一樣 一起贏吧 在這盒遊戲裡面 除了剛才介紹的各項配件之外 還有一本很特別的恐龍圖鑑 裡面會逐一去描述 每一款出現的恐龍 他們是來自甚麼年代 以及他們的背景是怎樣的 除此之外 在凡理中文版裡面 有兩本說明書 第一本是用中文寫的 第二本都是中文 不過是用廣東話寫的 但我相信 看這裏影片 看來這裏的各位 都懂得遊戲是怎樣玩 所以不用看了 都要開它 其實我自己試玩這款恐龍便車的時候 不覺不覺都玩了兩三個小時 所以真的不知時間 過得這麼快 亦都證明這款遊戲是多麼有魅力 多麼好玩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次的介紹 你今天賭了沒有? 我們下次再見